哇!是我們的露營車 那三格雷06 那進去的話呢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文丹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義大利麵 有很多口味 這是10分鐘義大利麵 應該是5分鐘吧 哇! 這是我們第一次露營室義大利麵 慢出來!慢出來! 慢!慢! 好啦!我們來玩奶茶雞 它長得像果汁雞但它其實是奶茶雞 我要嬌嬌的喔 現在在 蘇澳公路是嗎 908塊 不是吧 南澳北溪橋線 它上面寫的 旁方叫我們轉訂來 這個長得很像合體的東西 的路 剛剛有一台車咻的往前走了 好像在地的 嗯 我們很緊張 因為剛剛很怕走去蘇花蓋 就跑去花蓮 蛤? 快一點 到了 那山那谷 人很多欸 等一下我們坐在那裡 等一下我們坐在那裡 等一下到那裡 這邊有寫 露營報到處 服務處在這裡 我們報到了 然後服務人員帶我們去 他叫我們跟著他 他開一點抽獸的沙灘就好 露營車區 露營車區 是我們的露營車 是長這樣子的 好 大家好我是倫倫 現在呢 我們今天比較晚開場 已經到目的地了 今天要來駐露營車 我們駐露營車是 第二次的樣子 第一次的話是在 還沒開始露營之前 我們有在那個 宜蘭的梅花湖那邊 有住一個露營車 那它其實不算是露營 它就是那種 很像民宿的露營車 就是 沒辦法開火 然後 什麼都幫你準備好的那一種 有廁所 盥洗用具 什麼都有的那一種 就像民宿 然後那個露營車也蠻推的 那我們現在這次來的露營車是 露營的露營車 就是它裡面是只有床 就像我們上次住的那個小木屋一樣 我們原本是預計今天 就是這一路會下雨 所以我們才一直在找說 這一次不要打帳篷 不然我覺得 已經確定會下雨了 又要打帳篷的話 我怕我們會像上次一樣發霉 那種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 尋尋覓覓想說 台灣應該也蠻多露營車 可是我發現露營車都好貴喔 反正就是都要上萬 就是八千、九千、一萬多 一萬六 這種很可怕的價錢 然後對我們真的有在露營的人 就覺得 花那麼多錢 感覺應該是去住高級飯店 所以我們找了很久之後 我就找到這個營地 叫做 那 聽說蠻有名的 所以大家應該知道 這個是在宜蘭南澳 就我們剛剛一路這樣子開來的時候 才發現它其實已經超過宜蘭了 就是 我的 我認知的宜蘭最南部 已經是在南方澳那邊了 就它已經超過 已經在 要花蓮了 我們剛剛 開了真的非常久 然後 本來預計是 因為這邊是三點才能check-in 原本預計應該差不多 結果沒想到 我們到這邊 現在已經五點 就 真的蠻遠的 就是我們剛剛 一路上 來的時候 都有點怕怕的 去的那個小姐 就有打電話來給我說 問我們到哪了 可能想說三點要check-in 結果四點多了 都還沒到這樣 我就想說 順便問他一下 這邊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結果他就說 叫我們要走的時候 要小心 要走 過鐵路 不要走到蘇花蓋 一走到蘇花蓋 你就一路山洞 然後就去花蓮了 因為這就是在花蓮 跟宜蘭的交界的地方 的岔路就對了 所以如果要來這邊的人 就是注意一下 要過鐵路 不要走去蘇花蓋 剛剛這邊報到 看起來 蠻可愛的 環境好像還不錯 那我們就先來開 開箱露營車好了 這是我們的露營車 我們租的這個叫做 納山格雷06 那旁邊有另外一個圖案 是比較花俏的 那大家也知道我喜歡 素雅風 這區是納山格雷系列 那它還滿好的是 它原本就已經有這個露營燈泡 所以我們本來還有自己帶 怕會沒有光 結果它其實都滿OK的 那這邊的話是有插座 這裡有一個插座 然後窗景 那這邊有一個雙人床 就這樣 它就是超級小 有冷氣 那這個車子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住到四個人 但這邊是禁止攜帶寵物的 然後裡面也沒有衛浴設備 就跟我們之前去住那個 露營屋很像 小小的 那這邊呢 有一個桌椅 它的桌椅是 它說這桌椅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如果你想把它移到草地區 也可以 洗手台 然後這裡是有一個 插電的那個電箱 那另外它說往這邊下去 會到溪谷旁邊 這一區的其實這個露營車這一區 也滿可愛的耶 大家如果有喜歡這種 原住民的圖騰很可愛的 也可以來這一區 那好的地方是 車子就停在這裡 所以我們 離我們住的地方很近 今天就沒有開箱車子了 阿寶已經搬完了 我們今天的行囊 有比較少 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啦 要放在一個 那是不是應該把它推過去一點 然後放在這裡 好像對 我先把它架起來 這次有記得帶那個垃圾桶喔 很怕 很怕又沒帶喔 對啊 沒帶你上次念了一整路耶 上次沒帶被罵 鬧了一整天 就什麼都會扯到垃圾桶 你要把這邊機放上面嗎 對 我想要讓它等一下站上次 還是你覺得不用 我覺得要耶 這樣就會變成一個 小吧台 我需要跟你一起用這個 桌子嗎 我可以讓我一個人來嗎 嗯 你要不要不要這麼勉強 你要不要讓我 好 我們騰出了一個空間給他 嗯 他跟他比起來有點矮 好了 我們今天的重頭戲是哪一位咧 就是這個可以供應14個人 冰塊的 神奇的機器 有那個 有粉絲買了之後說 他們有14個人一起使用 非常夠用 14個人耶 我們只有兩個人 那我們不就無敵超級霹靂有夠用 來了來了來了 寶貝如果你露營帶這一台去 你一定會成為超級大紅人 我們不是在露營 不是啊 如果你跟別人去啊 那我們上次不是跟別人去 嗯 你上次蠻紅的 對啊 你在說什麼東風啊 我說如果跟 不是上次的人去啊 我們開來倒水囉 欸欸 我覺得好了 好了我們要開啟動囉 好了 大冰塊 對 好來開始 現在就開始嗎 對 好啦 我們就 讓他日冰 然後我們去忙別的事 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忙 現在是在交接儀式 放得下嗎 可以耶 可以耶 好神喔 可是那個pizza那麼大耶 阿不小心說出我們要吃什麼 這個 這個寶冰箱真的太猛烈了 它真的容量超大 而且它是超寶冰 很像那個 冰褲 這個寶冰袋是不是也不錯 你看 它裡面還是冷凍 登登 什麼洞 準備要開團的義大利麵 是我們之前那個啊 我們今天是義大利麵 對今天是義大利麵 怎麼那麼多口味 還是冷凍狀態 然後這裡是麵 我們今天只有兩個人 對啊因為我已經訂來了 這邊就給大家看吧 好吧 我把它放進去這裡面 你覺得放得下嗎 我覺得好像可以耶 而且我們有製冰機你知道嗎 冰塊不夠就 就製冰然後把它放進去 對 突然覺得我們好厲害喔 每一個製體型王 因為這邊的那個冷洞 冷藏有點遠 就是你覺得不冰的 你就把這個塊點進去 好好笑 然後後面再繼續製作這樣 哇賽氣象運 超準的 下雨了 我們這個寶冰袋是剛好的尺寸 登登 寶寶你看 剛剛好 很厲害吧 它這是韓國的那個 打麻的品牌跟推車是一起的 然後它的寶冰袋是設計跟推車 剛好放在裡面的 是不是完全不佔空間 好讚喔 太熱了開個電風扇 對啊 好多人問我那個喔 電風扇小台的室外是不夠用的 就是如果你在帳篷或房間裡面 小台OK 可是大台才夠室外使用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 折疊 你是看得到覺得很神奇嗎 對啊 這台就可以站地板上 而且它這邊剛好是有那個 蛋板對不對 對啊 可以站那麼高 那邊要放哪裡 夠高嗎 夠吧 下雨很熱 我們聽到第一波冰塊出來的聲音了 登登 它一開始的冰塊都會像這樣薄薄的 嗯 好療癒喔 你手上什麼東東 新的 徐徐暈暈找到的立太燈 叫做什麼 什麼 五文燈 五文燈 你看 真的耶好小喔 很可愛它是可以照明的 所以晚上還可以當小葉的燈 它上面那一片是什麼東西啊 太陽能板 它如果在白天在太陽直射的地方 可以直接充電 它厲害的地方是它那個 有防水 防水 就是下雨天淋水也OK 然後 然後好像還有一個工程是它會自動 刷一圈清潔被騙死的 它會掉在那裡耶 你看 我就跟你說這個掛鉤很好用 真的耶 新的補蚊燈 我們來看一下它可以補多少蚊 好嘞 華貝叫我介紹一下今天的白色 其實也沒什麼白色 就是東西放著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區呢 你看呢就知道是 有質感的區域 是我無法進入的區域 通常我會不小心就把它弄倒 好了 今天的吧台區 我們的小冰塊正如火如土的在製作 哇 不小心又出來一波了 還有一個不知道是在吹誰的電風扇 我也都沒被吹到 這邊是大主廚的區域 我寶貝說它今天要開雙爐 我就看我們家 我們家的中泡菜今天要變出什麼樣高級的料理 今天都買開雙了 而且我剛做的好熱 頭髮都要不捲了 好熱喔 你看那間的東西很漂亮耶 真的很美耶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義大利麵 有很多口味 這個是奶油 培根 也菌菇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這個 香辣茄子 然後還有青醬 那它的麵都是這種 就是一包 幫你分裝好一份的 所以 我覺得很適合帶來露營 那我們之前在家已經 回購過兩三次 然後 這次覺得 很多人跟我說 希望可以加開 所以 我就去跟廠商說 讓我帶來露營 然後再 幫你們大家開團 我們的博文燈的戰績 目前只有一隻 寶貝覺得不夠亮 我們現在 又拉了一條 新的那個燈 那個小姐說 這是給我們曬衣服用的 可是旁邊就是一個屋簷 如果下雨的話 就會 雨水就會滴在你的衣服上面 所以你永遠都曬不乾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蠻貼心的 多拉了一條之後變超亮 欸這把是火霹靂嗎 不是霹靂火 火霹靂 火霹靂啦 好樣子 裝完四塊 自從寶貝上次教過我之後 我已經會了 我聽到蚊子的聲音 它B了一聲 飄了一聲欸 對啊 它飄了一聲 好興奮喔 寶貝你現在好像有點狼狽 今天 今天要用這個 快點看一下我漂亮的烤肉 哇 請問今天是要烤肉嗎 等一下有一個牛排 耶 那我現在是要做義大利麵 好 哇塞 它B了 我們的電文單 好強喔 好像晚上那個蚊子都會跑出來 因為剛剛白天的時候都沒有聲音 好了我們來做義大利麵 好的 阿龍我退冰的 你要先做什麼口味 先做我的口味喔 你的是哪一個 我做的是香辣海鮮 欸什麼 香辣茄汁 我超喜歡的 你點火了嗎 先不能點火 先做茄汁的 這超好吃的 然後我想說用這個 哇感覺會這樣做起來會很好吃耶 對 一人份 我們試試 請給它悶嗎 OK 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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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了滾了滾了 味道出來了耶 好香喔好酸喔 好番茄喔 滾了滾了之後 滾了之後 哇 我怎麼覺得它麵好像兩人份 它這個一包 一包是一人份 你要開始展現你的廚藝了 不用 就 等一下煮熟就好了 呵呵呵 那我應該也可以齁 這這麼簡單誰都滿會 這個義大利麵就是懶人義大利麵 要好了嗎 哇 已經可以吃了 真的耶 這樣就可以吃了 好餓喔 要先吃了嗎 然後撒一點點那個 你要撒什麼利麵武器 胡椒而已 胡椒而已 他為什麼沒有那個 起司的 這個不適合 這個口味 好了超快吧 這是十分鐘義大利麵 應該是五分鐘吧 前五分鐘是在等它滾 等它滾 然後就煮好了 好啦可以吃了 拿盤子來吧 耶 通常我們每次下雨 錄影都沒辦法悠長 今天終於 因為我們今天住的是車 看到沒 這麼大的車 這麼大的棚子 好了 煮完 居然只要擦一擦就好了 根本就是為我而準備的 哇這次覺得好像變辣了 這次的麵片好辣喔 現在做奶油培根 這個如果自己想要吃的話 就可以再多加就是培根 對不對 你說自己買培根再加喔 對啊 就是可以超爆多培根 我們自己加一米水 哇 哇 煮太久了 快乾了 我們剛剛太早 放麵了 放麵了 因為玉米筍 還有點 淺淺 你的那個淺淺是有點 焦焦的 沒有啦 有嗎 好吃嗎 好吃嗎 很好吃喔 而且 我們這有熟了 煮那麼久還沒熟 自己加一下 那個玉米筍 然後跟 胡椒粉 好吃 阿莉你加的是胡椒 阿莉你加的是胡椒 這是我們第一次 錄影師一大陸 我們這次居家訪問時間 然後 然後 還沒開錄影的時候 欸 阿婆 冰瓜很多了 你看 欸 變大顆了 對啊 變厚了 現在是要喝 下雨天 要喝啤酒 阿你要喝什麼 幫你撐喔 我是無糖綠 我寶貝最喜歡喝吧 你要無糖綠喔 嗯 慢出來 慢出來 慢 慢 嚇死 心臟飽在 你就是那個 酒鬼 我就是老人 老人 老人 一直喝無糖綠茶 沒事 無糖綠茶 會不小心出現在鏡頭前面 來乾杯 好想我們的電影有多多 我的氣泡好多喔 啤酒泡 啊 突然 覺得下雨天沒有自己搭帳 好幸福 真的 不然我就 看到雨這麼大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險 不然我就會很尷尬 我們真的是 最棒的決定 雖然這邊 會比較多 巫途又遙遠 但是 我真的覺得這邊的 價錢算合理 哇塞 雨超誇張超大 我真的是慶幸我們選擇 露營車 現在如果搭帳門 我應該會哭耶 真的 我剛剛一直說 聞到一個燒焦味 結果真的有補到蚊子耶 大家看到嗎 好多喔 欸各式各樣 喔 他說只要長按五秒 他就會清潔 好像一直按一下 他全轉了 好酷喔 嗯? 沒停下來 他要整幾圈 是不是就在 CVT用 喔喔掉下來了 好讚喔 好酷喔 殺死很多欸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對 而且我覺得他自動清潔好聰明喔 對 而且我覺得他自動清潔好聰明喔 你要準備宵夜了是不是 現在是晚餐好嗎 我們今天吃的是西餐 義大利麵完之後呢 就是牛排 那我們還有一份 叫做披薩 可是你還有甜點 喔對 我們還有甜點 甜點是你最喜歡的 那叫什麼 可頌鬆餅 我吃的完嗎 完蛋了 沒幫你買到冰淇淋 沒關係啦 然後 這個是我們這個 牛小排 我們團購的那個 長太團的肉 就是 反正就是如果有人缺肉的時候 就是可以上去買一下 我覺得 肉開長太團的方便 因為我那時候跟廠商討論就是不要 不要只開一個禮拜 不然大家都好像要在那個禮拜裡面 把肉訂滿 這樣有點辛苦 貼心吧 貼心 好 那我們來 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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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普通鍋子下不去的耶 對啊 它很長耶 對不對 我們之前有教過煎牛排 要怎麼樣 怎麼樣 等到它上面的血水冒出來之後 才能翻麵 沒有 是都不能翻麵 喔 亂講 怎麼樣 你這個燒皮的耶 吃光 老伯你不是覺得吃這個很適合配紅酒嗎 對啊 在我們今天酒啤酒了 我只有綠茶 今天的肉為什麼看起來那麼好吃 今天是高級的喔 而且那個顏色也太漂亮了吧 我們用胡椒跟玫瑰鹽 我覺得你今天煎的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是這個肉的位置好吃 而且我覺得是這個肉的位置好吃 這家就是我們團購的牛排 你們只要看到寫牛排 兩個字的都好吃 你的意思是說 我只要看到牛排兩個字 我們這一家團購的是 只要寫牛排的都很好吃 我覺得他們家的牛排 就是特別好吃 阿寶又在追劇了 你這個快被我吃完了 搭配有人嗎 有嗎 你用那個播嗎 你聽嗎 喔難怪音效很好 就是有沒有那種 劇院的感覺 嗯 迷你劇院 現在來做點心 現在已經半夜十二點 我們的點心放在 我們剛剛放在這裡都沒有拿去拚 這個還是很冷 很涼喔 你看 可頌 先加個奶油 對 加熱之後奶油勾一勾 一次三個 嗯 因為我們這個沒有推到很很膨 所以可以吃三個 好囉 哇 猜一下子而已 因為今天火滿大的 好繼續 噴出去 還沒啦 哇 哇 好香喔 我看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還淺淺的一點點對不對 可是是因為那個風 把他的火弄得不均勻 好了 今天沒有買到冰淇淋 今天沒有買到冰淇淋 但是那個什麼 韓國有一個餅乾 就是類似這種概念 它是直接這個 就搭 Bron cheese 好的 怎麼樣 完成 在這個半夜的時分 我們需要喝一杯 熱奶茶 來調劑我們的身心 不是這個問題 是你想要玩這個奶茶雞 我不能鋪個梗喔 不需要 好啦我們來玩奶茶雞 它長得像果汁雞 但它其實是奶茶雞 然後它這邊是設計可以放那個 是不是 它是有網狀的 它是可以放茶葉 然後 這邊是有一個透明室窗 但這裡是可以放 水或牛奶這樣 那你不就一開始就你介紹就好 我就想看你們 有沒有帶腦子出門是不是 我們使用的是 茶包 什麼茶呢 紅茶的茶包 好的 兩包是不是 對 因為你不是想喝 濃一點的 那之後把這裡打開 它裡面長這樣 還是有一個攪拌 攪拌器就對了 好的 這時候把牛奶 它有時候要倒到哪嗎 因為它有一個mini線 一個max線 那你要到max嗎 我就在mini 然後還要加一點水 加一點點 留一點點給它 這裡有一個max線 好的 然後呢 好了 把它放進去 因為我覺得它放進去應該就是max線 我還沒泡過奶茶 只是第一次有點緊張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然後它這邊呢 是一個插頭 它不是無線的 擦了之後 這邊會亮 然後它就有很多模式 我們用那個 第一個是奶茶模式 好了 來看看 真的嗎 等一下 欸它在滾 看得有點害怕 感覺它快爆出來 太準耶 我會不會動太滿 應該還囉 它也在一點公斤 它在那邊叫了 對 你要摸摸看嗎 你摸 喔很燙 很燙 很燙喔 它非常燙 先把這個拔掉比較安全 以免等一下我要摸到它 那我就走開了 沒有了 你看你看 冒煙的耶 冒煙的奶茶 看得很燙耶 好你先倒一口喝喝看 啊 你流出來了啦 真的奶茶耶 怎麼樣好喝嗎 好喝耶 好你去加冰塊 你要喝冰奶茶嗎 嗯 泡沛很濃耶 很香嗎 很香耶 喔 它的奶茶味很香耶 很香 好 它現在要做冰奶茶 它一杯的量 還多一點點 好適合早餐奶茶 欸這個 這個奶茶有點濃耶 現在來看看打奶泡 超過那個人就好了 對它最少的量是這樣子 就到一條奶泡線 然後蓋子 就這樣 這個 它比上去還很激烈 對奶泡很快 奶泡三分鐘 好激烈喔 但它的奶泡是熱奶泡 它沒辦法決定冰奶泡或熱奶泡 它都是熱的對不對 對 這台做出來的東西就是都是熱的 好了 它不到三分鐘吧 我覺得它很快 我們再講一下話就好了 一樣先拔 好泡喔 怎麼樣 有沒有 欸很綿密耶 是奶泡啊 是奶泡耶 好 那把你 倒在你的這個上面 天啊 怎麼樣 怎麼樣 天啊好療癒 好了 奶茶突然變得非常無敵的高級 因為它多了一個奶泡 嘿嘿嘿 但奶泡是熱的 所以你剛加冰塊就等於變涼的 沒關係 早上了 哇這露營車睡起來蠻舒服的 對 有冷氣然後 它也沒有很曬 你不是說外面打太陽 好 早上了 我覺得它露營包好質感 對 這也是韓國人都有 東東 你要把它塞在桌上哪一邊 你把它站在桌上 嗯 謝謝啊 很涼耶 睡好了 你的那個主廚的那個電風扇 好了 好了 今天的早餐台 今天要開雙爐 然後 要做 薯餅 薯餅玉米 起司 少了蛋餅阿寶 我們本來今天打算做 薯餅起司蛋餅 結果我們買不到蛋餅皮 所以就變成 等一下用這個夾薯餅 然後這個炒 美式炒蛋 好不好 早安 早安 這樣子的雙爐真的很可愛耶 好囉 挺火了 它熱超快的耶 對啊好快 你看奶油都融化了 感覺可以兩片 感覺可以兩片 哇 看有沒有 看一下 哇 夾得好漂亮喔 真的耶 這沒有格子狀耶 真的耶 好 等它 好 好 你要麻煩 你在那邊移來移去 寶貝你好像那個 早餐阿姨喔 早餐阿姨都會這樣子 這邊翻一翻 那邊弄一弄 這個蛋怎麼回事 這個蛋不想離開蛋殼 不是它的蛋殼裂得很詭異 聞到那個薯餅味道喔 你要不要放一下 我覺得這個大的不美式炒蛋好療癒 這個盤子 對啊 很適合齁 就不管你 搬到哪裡 那邊歐姆蛋了你知道嗎 真的耶 不吵的話 完成 好乖 哇 有幾種的薯餅可愛吧 好可愛喔 還在蓬蓬的耶 今天早餐有點不思無法 其實它跟蛋餅子 差在一片餅皮而已 對不對 哇 不要焦焦的喔 哇 看起來好美味喔 我覺得這樣就很好了 不知道我是不是太容易滿足 好 起司跟撒那個胡椒鹽 你起司要放哪邊 你幫我放在薯餅上面 這樣就好了 很漂亮 可以啦 可是你要給這起來 感覺應該加個玉米 好了我們菩斯烏娃的早餐完成 對然後你快速的做一杯咖啡拉丁 好 阿寶準備好我們的早餐咖啡 對 是不是要先用冰塊 對啊先用冰塊 早上擦下去的 現在已經這麼多了 我們這個咖啡液已經賣了超過600盒了 好猛 好猛 大家好喜歡 大家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 買過的人都有再來回過 夠了啦 我喜歡奶的喔 好了完成我們的早餐咖啡 冰拿鐵 然後呢阿寶呢 他剛剛 一絲直接放在身上 真的是很樂彩 洗掉了嗎 好像有耶 盡量把它洗掉 好今天早餐完成 今天是一個樸實無花的早餐 薯餅蛋餅少了餅皮 所以變成 薯餅 起司蛋 冰洋滿分喔 好的 冰塊還剩這麼多 我們先拿去炸掉 再來是冰塊大富翁 他這個可以整個拿起來超方便的 登登 來開箱他的 衛浴設備 那這邊很酷的是 他居然有販賣機 還可以投泡麵 那這邊是女生的 浴室跟廁所 這裡有洗手台 然後 這裡有一個化妝台 但是很奇怪 我記得他明明就不能攜帶寵物 但不知道為什麼寵物不能洗澡 好然後 廁所 廁所的話我覺得 算蠻乾淨的 蠻乾淨的 然後也有蹲的 然後有衛生紙 洗澡的浴室有三間 空間很大喔 我們昨天洗覺得蠻厲害的 就是 他這邊是洗澡浴室 然後 有護衛爐跟洗髮精 那這邊外面還有一人一區 就是 置物空間 跟 就是可以換衣服 大概是這樣 那冰箱 跟飲水機 在這邊 他的冷凍 非常的冰 我們昨天後來到半夜的時候 有來拿一些東西過來冰 但是因為冰箱的話呢 離那個 我們的 露營車有點距離 大概是這樣子 露營車在那邊 而且我們是在最那邊的 那一台 所以 來上廁所跟 冰冰箱其實有點超遠 還好我們有寶冰箱 這邊的話整體環境還蠻好的 我覺得他 最厲害的地方是 他是一整圈的 山 圍著這裡 就是你不管 前後左右 後面全部都是 我們剛剛被小黑文攻擊了 整個超大包的 整個腳都是 好可怕啊 包你燈了 大包的也是好誇張喔 又要整片了啦 反正小黑文 早上會活動 對 早上活動 所以晚上都沒事 結果還有我整個看 我的手都是 我們把車子開進來 想說看一下這裡面 所以這一區是 這個圖案的 長這個樣子 是一個U字型 然後另外這一區的 圖案是比較花俏的 1 2 3 4 5台而已 比較少台 那最神奇的是 這邊有溪耶 它好像說可以下去玩 對 這裡可以下去玩水 哇 真的是溪耶 哇塞 沒有我覺得它水流有點湍急耶 對啊你看 哇 昨天應該有人在這裡玩 你看它這裡有點圍起來 應該是可以玩水的 很興奮喔 喔 它這邊圍起來就是讓大家在這裡玩啊 就是 我們離開營區了 喔 我們剛剛覺得 一致討論好了 我們認為 這個營區可以再來 這個營區就是還蠻不錯的 整體讓我們覺得 這一趟露營很輕鬆 雖然就是我們這 我們是覺得時間有點短啦 但是因為它是 下午3點路 11點以前就要退 而且它如果 如果你超過11點的話 會另外扣錢 所以就是你會蠻趕的這樣子 那我們昨天因為到的時候 已經很晚了 因為我們從 對面來 所以有點遠 這裡的話呢 我們昨天看的是 全部的車都滿 沒有空車 就是每一車 我們這一區每一車都滿 然後比較多 比較多的是那種 騎摩托車跟 一群朋友來的比較多 那因為它一台露營車 是可以住四個人 所以其實 四個人是比較划算 然後我昨天有看一下 平日是3200 然後假日是4800 那是好算 如果你一次來是四個人嗎 四個人的話 四八三十二 所以一個人是800元 就還蠻OK的 那因為我們兩個人 習慣兩個人的話 就 這個營區我覺得 年輕人偏多 之前每一個營區 大概都會有家庭客 蠻多組的 然後年輕客會少一點 但這一區的話 是幾乎全部都年輕的 這樣子 那個營區蠻乾淨的 然後 睡覺的地方也蠻乾淨的 加上我們這次就是 原本就是計畫好 一定會下雨 結果還真的給我下超級大雨 對啊 我們昨天看到下超級大雨的時候 我們就說 哇好險喔 真的覺得自己做的決定是對的 整體下來的話是 願意再回房 然後路也不難走 路是 路蠻好走的 只是比較遠一點 因為它是在宜蘭的 最下面到 花蓮的中間這邊 然後要小心的就是 怕會走錯路 好那我們這一路就到這邊了 我們現在決定要去宜蘭可能走走 好那我們影片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追蹤我的WG 團購連結都在下面的 團購連結中 就會一直更新 喜歡什麼趕快跟上 因為有時候團購錯過的時候 商品就不等人了 下一路見 安妞 再見